你也是我們比較年輕的學員 雖然不是最年輕 我們最年輕的時候是九歲理想堂 因為跟著媽媽 九歲都學到的 反而我們知道我們 很厲害 知道了什麼 很厲害 他那個九歲理想堂 那班還有一個八十幾歲 就粗普通話 聽我說話 廣東話他聽了三成 重複上 上到第三班 剛巧這個九歲的同學 跟著他媽媽來上學 他母女準備要移民 所以母女都一起進學 那九歲那個 他和八十幾歲那個 就有機會做一些交流的practice 但是九歲那個 感覺到八十幾歲那個根莫 八十幾歲那個又回應那個九歲的小朋友 他的手把下來 感覺到他的手 做我們講的治療的反應 反過來兩個做 兩個也感覺到對方 所以 那個就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治療就是 人人人學得到 你我做得到 老少也做得到 男女也做得到 這個也是我們 但是 這位新的同學仔 都是年輕的 怎麼稱呼你 我叫陳芷琪 我叫陳芷琪 英文名叫Lathalie 陳芷琪 Lesley 即是張國人那個Lesley Latha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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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處理 Latha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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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 給Lathalie 了解一下 同年層的人 原來對你的治療都有興趣 其實她是接受了我們兩次治療 她是上個禮拜第一次接受我們的治療 你可不可以簡單說 你來找我們幫忙 最大的訴求是甚麼 想講她失眠的問題 因為失眠吃了藥之後 那個人大吃了 然後變成肥了 也是 吃了十年 差不多 十年 九年多 沒有用 中心醫也看過 股科也看過 周身不痛 甚麼都看完都沒有用 甚至中醫生醫講的 我都會背 開甚麼藥我都會 沒有用 那不介意我幫你補足 連精神科也看過 是 心理醫生也看過 心理醫生也看過 招累 開藥 減藥 會不會 滾了 滾到我都很吵 即是確診你是一個 招累的病患者 確診了 確診了 我學到最後 沒有學 那個老師 他都不懂得教 為何好呢 他給不到我想要的東西 我想要的東西 譬如他們在裏面是互踩的 我覺得學這些不應該是互踩的 還有我有學塔樓牌的學員 已經是雪靚紫薇納素都學完 我現在在學《易經》 那就是 你學這些目的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雪靚的 他以前可以學這些 然後現在讀一個 兼讀的high deep 就是讀道教文化研究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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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他就已經看了佛學的書 讀教很大 之後我就看 讀教 這份 真的很多時候 將道教和佛教融合 當是佛教的東西 其實也一樣 我選擇讀這個道教文化 但 因為要看書都多了 其實我好想讀書 當我有可能開始 我已經不能夠專注 然後我 越升上越高峰 哇,壓力大到爆高了 之後是我的東西,譬如我之前遺跡了兩年 第一年記的東西挺好的 自己調節到,第二年差一分壓力太大就開始調節不到 個人好像失控一樣,情緒都又炒車了 之後就直到從去年到今年,情緒都不太好 而且不開始,本來瘦了以後會變胖 我過年了真的吻到我的衣服穿不到 個人穿到一個問題 然後我真的很膽怯,可能在家裡 然後我媽媽就問,不如去之前人家介紹 司博士那裏,試一下吧 然後我說,隨便吧,媽媽便預約了 我上星期做了第一次之後 明顯是我的眼白了 對,雙眼大了 然後我加上自己家製作了一個Basal 嘩,真是好過上美容班 然後昨天做了第二次 晚上的人會累,知道要睡了 但不知為何,可能做完治療之後 做完什麼都一樣,我第一晚會睡不到 譬如我以前看完北開也好 做完按摩也好,第一晚永遠睡不到 之後隔兩三晚就慢慢OK 現在就繼續上次做完之後 那個人睡覺,我媽媽說我有開口夢 但我內裡是沒有發動夢 沒有像以前那樣 沒有開口夢的 但每次惡夢的雜聲 整身都看得到 沒有了這個情況 我發現到開始 而且沒有再 好像我回帶以前的片段 就沒有了 最多是,可能是壓力大 可能是回帶 回帶以前被人欺負的 即是那些場景都出來了 是 但什麼真實的發生過 是,真的被人推到樓梯 小的發夢 自己在樓梯滑下來 已經十年了 這個夢發了 每次都閘醒,很害怕 但現在做了這個治療之後 就沒有這個情況 我就很… 之前也有做夢的 但我做了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沒有做夢 沒做夢 我以前有間屋 在天水為居肉的環境都不差 變了之後 我經常都沒辦法 很真實 但做了這個治療之後 好像突然間 我心不知為何 好像有些東西放下了 因為這段回帶都回得很密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但做完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身體會舒服了 開心了 但你才找到過什麼 會痛 會痛 又痛 對 腳會痛 因為我經常會抽筋 但你還要抽筋 又回來 其實它最重要的是另外一個 分不到教是一個狀態 但是有時候 很複雜 就要知道身體有些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作為一些所謂indicator 知道那個療效幫不幫到它 其實痛 一些不同身體的問題 那些就是一些配套的線索 去知道身體是否能夠療效 其中一件事 其實原來它 為什麼看過這麼多東西 原來這麼多東西都不行 原來呢 還是維持著一個 都挺搞妖的狀態 就是每晚都抽筋 是 持續注意有多久 每晚抽筋 最嚴重的 每晚抽幾次 就算上星期來的之前的上月 每天都是抽筋的 是嗎 少了 但是一個星期起碼 三到五次左右 抽筋是抽到痛醒 兩個小腿一起抽的 但原來做完我們的治療 其中一個 為什麼令到它知道治療能夠 產生的療效呢 其實它主要那個問題是 是失眠 但是有時候做完 不是馬上會睡醒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 我們做治療的目標 我們做治療的目標 是因為它的症候 在做治療的時間 有沒有一些釋放反應 就等於我們做針灸 如果一個便秘的病人 做針灸 產不產生到療效呢 就不是看針完 是否立即有得療 是否在針有得療 或者針完兩天內有得療 我們要知道那個原來 是處理背後的一些病因 或者用其他一些線索來做一些處理 但是抽筋這些現象 其實要盡快解決 因為抽筋是痛的 痛到又睡不到又走不到 這些我們就要用一個方式 盡量幫它做一個調理治療 所以治療完畢之後 我又要叫它觀察著 一些什麼的轉變 什麼的釋放反應 原來它做完第一天治療之後 回到去就已經沒有抽筋了 所以剛才它說 做了我們的治療 那麼多的變化 是上個星期的事 如果我們說 因為它剛才你說 因為它已經學過這麼多事情 以及這麼長的病歷 針對那個問題 一直都是處理不好 它不是不用心機 不投放資源 甚至媽媽帶著它到處去做事 但是當我們去問診的時候 這個失眠背後有一個焦慮 有一個壓力 有一個經常發夢的驚恐 就這樣會抽筋 那小腿其實呢 是我們第二個心臟來的 小腿經常這樣抽筋 就是說我們的心臟 那個循環 或者是心臟的肌肉 是有一些變化的 對外的一些發放的徵兆來的 所以那個也是 Nathen 它的名字是十分特別的 給了我的一個資訊 但是治療效果這麼好 就令到它知道 它要處理的問題 這個找到方法 其實 心臟沒有的話 整天 就是那個心貴 我以前的心貴 剛才我說 其實小腿就是它心臟 其實它悔吐 就是突然一個心 不停 嘩嘩嘩嘩嘩 就是有一種很害怕的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 就是驗了 它都驗過的 它什麼都看過的 是天神科 心電圖 是中醫 上不了腦 以前走幾步 都會頭尺 頭不能有暈 後來就好一點 但是還是有那種 心整天不舒服的感覺 有時候會冤冤 鼻鼻的痛 然後後來 治療之後 那兩隻腳會發生 然後那個心 都沒有突然間會心貴 我們就是要去幫一個人 解決那個健康的問題 不過我們要去問診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就不是問那些病歷 其實它那些西醫的紀錄 中醫的紀錄 全部我都沒有拿出來看的 因為有些朋友 譬如就算有骨痛 照著X光 其實我都不是著覺看那樣的 我反而就因為這四句 我們要變恩論治 我其實聆聽一下它 根膜的智慧 其實所謂問診 就是看它有些什麼不舒服 怎樣不舒服 哪個不舒服 但我知道背後 其實真正幫到它 是它自己內在的神醫 它來的時間 和媽媽一起來 那我問它的問題 其實我就抱著一個心態 就是我要相信它 我也相信它可以自己醫治自己 它就會自己知道這個問題 那個內在神醫 是它自己 我只要的目標 是希望製造一個環境 令到它能夠 跟那個內在的神醫去接合 那它就能夠自己找到那個原因的問題 那我其實引導它 就會了解 其實它大部分 它說那個問題 持續了十年有多 那我就 那我就是 十四歲就開始發病了 那我們其中一個變因的呢 其實找一個線索變因的呢 我們先停一停鏡頭 想你講一下 為什麼你懂得這麼多事情 處理身體的問題 那為什麼做了我們兩次治療 上個禮拜一次和昨天做了一次 那為什麼會選擇 現在來學習這個勞脊治療呢 因為阿斯博士 就是肯聽別人說 不像外面那些人 就想 你一定是這樣的 然後他不停踩你 就說 你一定是自己本身有問題 然後他不停踩你 你當然了 你又不出去做事 又不出去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不可以每個都是這樣 他用自己的標準來行人 很喜歡 外面很多 那些所謂的教塔羅牌也好 教Wayki也好 就算我塔羅牌也跟過兩個老師 就是塔羅牌跟第一個老師 都是這樣的 那我心想我跟來做什麼 還有我做Wayki 學到Wayki Master 我發現是沒有料到的 又不可以說完全沒有料的 純粹Eleven來的個人意見 也不代表你一個醫學的立場 好一陣 然後就反彈回 我有明明 我一直做的 然後他又叫我 你用了進步來輔助 那就是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 我又要用其他東西來輔助 一陣又叫我用什麼輔助 一陣又叫我 哇 不是越報越多 越負的越負的越負得多 但我來試試做之後 兩次 什麼東西抽筋 那些什麼東西 什麼濕氣 弄得腳痛 沒有了 已經 還用了進步 你慢慢磨 磨磨 太毒 這樣 我磨 我磨到什麼時候 我不想磨 那隻手很累 然後 然後 現在 做完兩次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 不單止是腳痛 沒有了 精神了 就算我沒有睡到 昨晚真的 人都睡不著 但都會精神 還有 我現在 有時候忘了吃抗益素 個人都不會說不開心 之前我吃了一粒半的抗益素 吃了一個人都沒什麼用的 但是 現在 其實我忘了吃藥 但是 沒事 沒問題 多開心 可以叫醫生減藥 那些 做完之後 那個人 沒有那麼重 可能 以前 搞了心結 以前 每一步路都覺得很重 很重 但是 腰骨又痛 現在 連腰骨痛那裡都少了很多 還有 當然 女生皮膚好了 對眼睛大了 做完 做了兩次 因為 Wakey 是有教 教我們做一下皮膚 也有教這些 什麼 兩三天 剩下 會這樣 做不到一個 耐久的效果 還有 昨天做治療 還有一個特別 就是保持頸子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六隻軒 但她說 她的頸子很痛 是嗎 是 之前這些位置 按 就算按 按得好那些 都按得好一點 真的會被 兩三人問到 但是 師傅說 輕輕一拖 已經有了 因為以前我們要被人按 才能按 要失穴部 那些人按 但是 我之前去Wakey 是做不到的 因為常常覺得這些位置很痛 風遲 去到這個耳後面那個 都會覺得痛 但是 她就叫我 她叫做婆婆 我點磨啊 這個位置 因為她叫我做Wakey 那我先發到哪裏 但昨天我和你 我想一分鐘到 你就叫很痛 是啊 我是用很細力 超痛 然後做完完 然後做多一陣間 然後又睡著了 又去到那個半夢半醒 最後的狀態 醒來 醒來 第一腳踩到地 媽媽說你有什麼感覺 那個腳板很痛 好像被人很大力 追你腳板那種感覺 但是我沒有追過你的腳板 就是會覺得 做的那個針織腳 都有點痛 我感覺到 好像以前 中醫和我做戲 那種痛感那種 那種感覺慢慢 好像 然後 塞了 很激 然後是痛 然後走到洗手間 就沒有了 是啊 然後就 下地慢慢走 然後痛的慢慢 走到那個洗手間 就沒有了 嗯 醒來的時候 那些頸痛 和 之前有的頭痛 那些情況是怎樣 之前是 覺得這裏很重 嗯 就是 很容易吹到 都會 那些風一吹就很痛 然後 之後 現在是 那個頭 以前很脹的 現在是 沒有了 沒有了 以前試過痛到 真的會吞到牆 那種 嗯 一 燉到 吹到頭 或者 一焗到 很熱就會這樣 嗯 但現在試過線路我做完之後 我昨天都吹到一些 因為昨天很冷 是啊 然後 然後 沒有試過頭 就是 沖過熱水涼 哇 還很舒服 很舒服 已經做到的那些效果 不想媽媽 有和我刮 有和我什麼 因為媽媽也是 你會頭痛的 對 我媽媽有和我刮沙 試過很頭痛 但她也沒有用 但我昨天睡不到 就算我 我都沒有頭痛 是已經 我發現問題兩次 已經慢慢解決了 好 那就是治療的效果 那就是治療的效果 就是應該繼續沉頭治療 那你也繼續約了 一些不同的治療 甚至都立即約 就是準備了一個package 這樣去接上治療 那但是 為什麼又會有一個衝動 來上行 你上行的目標 又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 因為我媽媽練習 她經常 她經常 她看了這段話都沒有問題 上上課 我已經是醫生了 她都整排牙 排牙都整了 要剝了 那我又覺得 真的很擔心 我做wiki 我試過做wiki 去幫她 我媽媽經常說 有口數 有些人就有了 那些人就沒有了 那我就奇怪 是否我有問題 但不是啊 我外面所有人都有了 是我媽媽不相信 不是啊 我媽媽有信 那就是證明 沒有了 那我就 因為之前我是 通過 Irona 她的助手介紹 當時我以為師傅是台灣的 她說得不清楚 那我要去台灣 那我過來 台灣的普通話 我聽不懂 我拍照 我拍照 搞清楚 上到來了 原來這裡很接近 我之前在上面 我泰國快到十樓 這裏十樓 她是租場的 她是租場的 不要說得太清楚 然後我上來 我上來這裡 之前 媽媽就陪我 自己一個人害怕 這麼安靜 公下很害怕 然後就做 因為那時候 其實都會抱著私的心態 做得好 我又可以幫媽媽做 我爸爸經常有病 又不在醫生 越老越紋身 好像我爺爺那樣的聲音 很痛啊 很痛啊 隨便吧 又不理 因為我爸爸做裝修 五張的就是六張 我搬的 有時候 因為我爸爸使用工箱 左手沒有了 右邊手指 變成曲 亂了一條筋 給人 做白老鼠 因為以前沒有錢做手術 日本有個醫生做白老鼠 誰知道 那些人都顧著看 看日本有個醫生做的 顧著媽媽筆記 我連了我爸爸的神經線 但是我左手沒有了 手指邊 搬不到 用不了力 用不了力之後 他又經常不去看 我叫他吃柯膠 那些 他在醫院那些 他懶得吃 那我想 原來我幫他做 嗯 我幫你試一下 做個總結 原來呢 當我們能夠真的幫到他 他看到這個工具 他懂得這麼多 他已經試過這麼多 傳統的中西醫專科 自然療法能量 什麼都試過 所以他 他不是不清不楚 不是呢 就不懂事 去了解 反而他懂得這麼多 知道這麼多 甚至介紹你 他那個呢 都是一個 就是比較知名的人士 還有一個能量的權威 但是當他被介紹來到這裡 他都是用自己親身的那個感覺 其實我都跟他說一件事 賣花當然是讚花香的 你不要聽我說那麼多 睡上去呢 你自己用你自己客觀 主觀的感覺 感覺我們的治療 幫不幫到你 你有什麼的感覺 那他原來呢 我一碰他的腳 我想不到十分鐘 他就做了夢 那 然後聽我唱了一個演唱會 我也聽了 不知道這幾首歌 但是呢 在一個聚夢的狀態 媽媽在旁邊 又聽到 聽到我唱歌 又看到她的聚夢 媽媽呢 又是一個客觀 主觀的觀察 因為 另外一件事 我知道她一定可以康復的 其實我就跟她說 跟她媽媽說 有這樣的媽媽 take care 她成功的機會 她康復的機會 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八 因為大部分這些 譬如還病的康復者 的見證 這些憑死的見證 其實當中 還有一個這樣 的 輔助的人 在旁邊 即是不離不離 繼續在旁邊 幫你手 做著一個 一個 信任和力量的支援 所以她成功機會大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 令到她為什麼來上課 就是我給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她 我問她 好了之後 她想做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要重啟她 此初的原生命定 重啟此初原生命定 不是一定要年紀很大的 24歲 我都要重啟她 那個 原生命定 我問她 好之後要做什麼 甚至我告訴她 其實她現在是一個病人 肯定是一個病人 長期的病人 還是重病 不過 我就告訴她 其實她可以成為一個 Healer 成為一個 醫治者 不是成為一個醫師 不是成為一個治療師 是成為一個治療師 美國自然醫學協會說 someone who was sick and get well 就是一個治療師 就是說 曾經病過 如果現在能夠好 嘩 好積極啊 成為一個療癒者 或者一個醫者 有一個同理心的醫者 甚至可以幫助一些同道中人 我跟她說 我跟她的年紀相差雙有很多 本來如果不是因為她這樣的經歷 或者帶著她 她媽媽可能和我差不多年紀 可能連媽媽都年輕過我 但中間加了一些這樣的配搭 令她能夠接受我們的治療 有一個信任 有一個信心 但當她能夠得著這個工具 她看到 走到這麼多的路 找到出路 可能這個 一個都是她這個醫治旅程的最終站 透過這樣幫到自己 原來又可以幫到別人 甚至我們告訴她 一個break healer 一個偉大的醫者 原來就是一個someone who was very sick 她剛才說的情況 都幾悉悉的 就是十分之麻煩 剛才我們說她的情況 對這個世界的接納 對現在那個社會 她媽媽告訴我 她也有告訴我 她現在一個朋友都沒有 嗯 即是去到24歲 現在是說一個朋友都沒有 嗯 不要說自己 或者各方面 現在是有那幾個 一起讀書的 在那個地方 哈薩克的幾個同學 他們有些回來中國 都可以再聯絡 那些都是一些遠程的朋友 都根本都不可以在那個 那個近的生活裡面 不過她知道自己 要去改變 就是要由跳出這個 由病人 跳出來成為一個醫者 那我甚至呢 跟她媽媽說呢 好像吸毒的人 能夠戒毒 能夠福音戒毒 她就將來可以成為一個 更好的 戒毒的福音的使者 我給了一個這樣的 的願景 給了這樣的一個盼望 那所以她跟著呢 就是跟媽媽研究一下 我們原來有沒有得學的 這樣 那所以就鼓勵她 不如嘗試一下 了解我們的學問多些 那但我剛才我說 有一樣要尊重的 我不是說她所有那些 不好 或者所有那些東西 我好尊重她 其實她都very very good 不過我們有我們自己一些 比較獨特的處理方式 我們有其他不同的病人 那我又不是告訴她 現在我偉大到 哇我的堂呢 一百幾十人 我們幾個人上課 不過就是正常這些 疫情期間呢 這樣呢 正正局局呢 可以專注去學多些 最重要的就是 剛才她說了 其實她想回報回 一直為她不離不棄的 尤其是媽媽 原來她有這樣的動力 其實她不是想著要去發達 學完了之後 只是幫幫爸爸媽媽 已經很好了 甚至都知道媽媽有個面癱 又要整牙 就是搞到很辛苦 但是媽媽這麼辛苦 也是帶她來 告假來帶她來 其實她媽媽過了大嫁 其實昨天呢 都是她大嫁 最後一天帶她來做治療 Follow up 然後呢 就是今天呢 她叫來上課 她媽媽就想著 掉些假寶寶 可能下星期三呢 可能呢 媽媽又跟上課 媽媽又要回公 又有這樣的身體問題 還未處理到 但是還是這樣呢 帶著她去 就是求醫求學求診 他看到,他也感受到 但是當他自己知道能夠找多個出路幫助自己 其實最大的動力令他現在盡快要康復 他康復之後還要學一本,幫回媽媽 甚至剛才說幫回爸爸手術之後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背後最大的動力 所以整個課程最重要的兩句 你今天插班第一課就要記住觀念改變健康 路隻,不是徒手,是助人自在 在這短片中,你會學習如何 Craniosacral Therapists can help calm an agitated nervous system and promote healing energies and total wellbeing at a fundamental level. The result is that a person feels better, better connected to themselves, a better sense of equilibrium and a calm sense of wellness. Craniosacral Therapy is not like any other healing modality. There is no channeling of energy by the therapist.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proficient because the therapist must learn new ways of perceiving the client's mind-body system via gentle physical contact and the use of all his or her senses. Therapy starts with the ability of the practitioner to enter a state of presence orien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something called primary respiration throughout the fluids and tissues of a client's body. The idea is that the body expresses tide-like rhythms and movements which flow through it constantly in two basic directions. This primary respiration was discovered by William Garner Sutherland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ung breathing. In the inhalation phase of primary respiration, the potency surges from its midline superiorly and transversely to the wider field around the body. During the exhalation, the potency surges inferiorly and inwards towards the body's midline. There are different frequencies or tides that the therapist tunes into. The mid-tide and its fluid tide has a frequency of about two to three times a minute while the long tide is the most formative level of primary respiration and is a deeper, slower rhythm of about 50 seconds for inhalation and 50 seconds for exhalation. The long tide is totally stable and is a basic resource for the person, even in the most traumatised situations. Craniosacral therapists tune into the movements of these primary rhythms by directly contacting the body with various holds and clinical intentions. This is all based upon gentle physical contact and negotiated relationship. This has many advantages. Sometimes talking about a trauma can be very difficult for a person and doing so may overwhelm and re-traumatise them.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damage was done a long time ago and the patient can't remember or articulate it, as with a bab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raniosacral therapy, the practitioner holds a relational field oriented to primary respiration to allow traumatic process to express in resourced ways for true resolution. The pre-birth environment, the tremendous forces on a baby's head during birth or shock of a or caesarean may have a huge impact. The attuning skills of a craniosacral therapist help a baby to feel listened to and to begin to relax and let go of the trauma. Practitioners help our clients to reorient to their own original health matrix or blueprint. and instead of orienting to the accident or trauma or stress, the psyche and body can let it go. Usually it does not look as if a craniosacral therapist is actually doing much at all.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trying to help the recipient to achieve a still calm healing space. It is the client's own natural healing mechanisms, the primary respiration and the innate wisdom of their own body that does the healing work. These are far more powerful and effective than any physician. Their body knows best and this is called the inherent treatment plan. In stillness and calm, states of balance occur, where tissues are reorganised and feel warmer and more comfortable. When unresolved history heals, primary respiration and its tide-like motions may be expressed in a stronger and clearer way. The nervous system may resolve its activation and the person's body may function with greater ease. Tensions are let go of, blockages are resolved and energy returns to places that felt cold and numb. At the close of the therapy, the body's life forces or potency, which has organisational, protective and healing functions, may become more available so a person can resolve health problems more naturally.